作曲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人或世上 正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感罢了 孤亲多少事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定天里的 郎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 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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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请问 警卫 前面就到金陵了吧 不远了 快走快走 赶在商务前进城 怎么 您是要进城卖棺材吗 既然已经到了金陵 那就明说吧 我等是朝廷钦差 专程前来金陵 给你二两银子 把你带个路 钦差 你想见谁啊 金陵大元帅 朱元璋 那等 跟你说也没用 带路 她是我丈夫 马夫人 在下 内阁护不上述 亲命招辅大臣 旅程 瞧你们穿的跟要饭的似的 皮肉倒还白净 大听一下 朝廷里的大臣都这样吗 夫人见笑 这一路上不太平 到处都有贼寇山贼强盗 为了平安到达金陵 不得不如此 既然已经到了金陵 那就容在下 更衣入城 请便吧 那列位夫人 我回避一下 请命招辅大臣 护不上述旅程 拜见夫人 她硬是化妆成下葬来的 这点太绝了 实在是太绝了 他们把朝廷的圣旨 金策 还有赏你的玉酒 八角关帽 通通藏在了棺材里 最后啊 还来了个更衣 更衣 哎呀聪明啊 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还有啊 人家是一品大臣 能甘愿受此委屈 可见此人心胸不俗啊 夫人 此人确实叫吕茶 他是这么说的 双口吕永日长 大概是这俩字吧 多问 怎么着 大帅 如果确实是此人的话 那可太难得了 旅程 两次主刑部 三次主户部 再朝为官三十八年 是内阁汉陈中的第一能人啊 不是我怎么 我怎么听说每个部 都有好几位尚书嘛 而且汉尚书 基本上都是陪衬 大帅 旅程断然不同 他是学有真章 名副其事 怎么说吧 朝廷在内的大都的典章制度 他是了如指掌 大元各省的物产 税府 掩铁草运 也都装在他的肚子里 此人由善理财 这 他本事 胜我十倍 只怕 也不自于李善长 哎呦 这 来啊 在 人呢 在 在前下方待着 赶紧 赶紧请到大堂去啊 赶紧 不 等等 请到这儿来吧 请到这儿来 这儿 是不是显得比较亲切 是 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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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衣 月儿 在 把咱那件成罐拿来 要愁了 那件愁的 愁的 是 对不住 二位 让 他也来个更衣 还愁了 好 好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帅 久闻先生大名 先生 请 谢座 这顶帽子咱认识 这是一挺官员拜见皇上时候带的 对吧 大帅您见 刚从棺材里拿出来的吧 老先生 没关系 咱告诉您吧 咱在当兵族那会儿还真穿过死人衣服呢 皇上得知大帅真诚悔悟 寝臣回归感到十分欣慰 特别是中唐大人 托托丁木尔 非常看重大帅的至辰至真之心呢 为此 奏请朝廷 特将恩旨 特将恩旨 此封大帅为 江南平章正式 咱知道 这官已经是被第二回封了 啊 不会吧 朝廷没有封过你啊 哎呦 不是朝廷 是天下一军的共主 冥王 冥王封的 啊 啊 此外 朝廷特赐日久迎关 册封等 对各部统领 朝廷将士气关键品级 依次封赏 老先生 咱朱延章是个职人 咱们就甭管弯子 啊 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咱朱延章绝对不会投降成功 好听的 那份响表是假的 是诈响 啊 愁死人了 朱延章 原来您也是个不成无信之徒啊 老先生你别发火啊 这个呀 就像您借口棺材避难一样 咱朱延章是借着那份假的响表 是为了避开援军功绩的锋芒 那您做的 咱们为什么做不得啊 那第二件事呢 这第二件事啊 就是您 走不了了 咱要留着您 做咱的户部尚书 当然了 现在没有 将来肯定会有的 休想 在下 在下 身是大元之臣 死是大元之鬼 元帅 自重行 放在下回去嘛 坐下 不不不不不不不 先生 请请坐下说话 您看啊 您也是个明白人 是吧 您肯定知道 这园亭早晚会灭亡的 您要真待在哪儿 以后真要睡进棺材里了 咱以后肯定会打进大都 肯定会建立六部的 咱现在呢 只是为了储备人才 为将来的大业所用 如果您一时想不开 咱不着急 咱等着您 咱养着您 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放您回去 您一走了 家又不在清田 咱上那儿找你去 清田 这只是做个比方 大帅 我到这把年纪 都快六十了 老七弱女都在大都 您就忍心 是咱不忍心呢 咱不说了吗 以后肯定让您全家团聚的 可否请大帅给个恩典 放回父侍 还有那些护卫 那些护卫呢 咱一定要放回去的 至于那个副使嘛 让咱给杀了 二部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托托之所以派那位副使了 就是为了盯着您 监视您的 咱还跟那些护卫说了 咱不光杀了那位副使 咱把您也给杀了 这样一来 您在大都的家俊们 就不会受到连累了 先生 坐 请留下 咱们 第一个 目的 妹子 你也更姨呢 谈完了 谈完了 有意思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咱们一开始是吵架 然后喝茶 然后她就哭哭咧咧 然后咱们再喝茶 痛快 她这实在是太痛快了 你说妹子 这袁婷实在是太笨了 愣给咱送来一大闲呢 怎么个闲法 咱问她呀 说吕先生 你最怕什么呢 她说最怕死 因为咱是互不上书 天下百姓的生命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怕死 说得好啊 咱又问她 说您最爱什么呀 她说最爱财 因为咱是互不上书 天下的钱粮都给我管 不爱财爱啥 怕死爱财 句句都是大实话 管钱粮的人啊 必须诚实可靠 不能有虚言 是啊 说白了吧 这方面啊 李善长都不如他呀 你看你 又来了又来了 我看你啊 就是细心念旧 你说啥呢你 咱说这李善长 那是有根有距离 善长啊 样样都好 就是有时候 说话有点不大实肉 比如说啊 他经常把 五斗三生的骨子 说成是将近六斗 把什么三千八百的老鲁 说成是四千精状 这方面 这李先生 就是不如吕先生 可这个吕先生 看上去 又比那个李先生 少了点机灵 多了点呆气 呆好啊 这人呐呆点好 可爱 老实 到关键时候 还可靠呢 李善长 刘伯温是聪明 那叫聪明过了头了 尤其是那刘伯温 咱这一句话 还没说完呢吧 他全明白了 弄着咱这心里灌难过的 你说啊 当主子的 让臣子 样样都猜透了 你说 这主子还有啥尊严啊 擅长给咱日假的时候 曾说过 圣君者 天威难测 天威难测 妹子 短波 那就是 好了 不说了 反正今儿 咱老了一大便宜 说够了 那好 该我跟你说点正事了 好 大帅 必有功断 月儿 冲八 你能不能下个手遇 准许那些死难的将士遗孀改嫁 你说这个吧 他们中间好多人还不到二十岁 难道让他们守一辈子寡 他们尚有公婆 下面还有未成年的孩子 日子过得苦 厉正与 那种司不是每月都估给他们两米吗 还有他们做的什么军服啊 公弩啊 都给他们银两啊 不错 银两是给了 可银两给的再多 终究不能代替自己的丈夫 人非草木 日子长了 难免有些别的想法 他们有些人 就是心里爱上了 谁也不敢说 更不敢改嫁 还有的因为家里负担太重 竟跟将士私通 拿自己的身体换取银粮 颁布一条律令吧 遵循他们改嫁 让他们重新成个家 过两天热闹日子 不成 男人讲异性 女人就得讲真操 如果男人的尸骨未寒 他老不就改嫁了 别的不说 那咱对得起那些死难的兄弟们吗 别忘了 那些兄弟们 都是咱送上战场上去的 他们的遗孤谁来抚养 他们的父母谁来孝枪 不成 他们赶了嫁 照样可以孝敬父母照顾孩子 你得为活着的人着想 我就是为活人着想 那些死难兄弟的遗孤父母 就不是活人了吗 好啊你妹子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有一天咱战死了 你也改嫁去 不许你胡说 怎么不许说呀 妹子 您这叫不诚实 想跟我说 我还不跟你说了呢 胡重八 这事没完 以后再跟你说 等他战死了 咱俩再说 你们这边进城怎么也那么慢呀 我也不知道 李善成呢 这是在踢吊丝 踢吊丝 倒要看他怎么踢吊的 还有人 还有人 王左 王左 如今有一天 为一个时辰 倒是红毒将士拿命来换 还有八十三天 所有兵外就得速将而上 迎接他有量 就正是咱们的战船呢 可咱们呢 六丈船还歪在船头上 八丈船到现在都不能下水 按照这个进度 大伙都得掉脑袋 上尉 你们都先各回其位 一会儿咱亲自瞧你们去 是 李先生 你曾经答应过咱 你曾经验大伙 你们走 好 我 在下知罪了 人手 够用不 当然是 越多越好啊 改名起 再给你派出五千金抓使 给你们的工匠打下手 真是太好了 还有 钱财 木料 铜铁丝蛮呢 这些 在下已有安排 所缺的 就是时间了 时间不能给你 咱估摸着 程辉亮现在已经开始攻打红都了 哪一那边 每天要损失几百将士 十千就是几千 在下 明白 现在是 至少 尊敬 我 然后 就驶 再给你 来 徒凤 来 大都市 吃点东西吧 您一天都没有进食了 老宋 尚未是不是 把旅厂留下了 是有这个传言 旅厂是个大闲人呢 将来他要做我们的户部上述呢 人呢 李贤馆拨出两间屋子 供离场居住 李贤馆呢 真是越来越拥挤了 江不羡 在江湖 快 抓起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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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来 知道 尚将军 汉军退兵了 这回他们一直退往江边 伤亡多少 伤三百多 亡八十人 太多 受重伤的弟兄慢慢也会死啊 伤三十 今儿才十九天 找这么消耗 咱撑不住一百天了 白玉 大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他说坚持一百天 七十七八十天之后 他可能就会赶到了 那是可能 现在 咱们只能和洪都共存活了 再说坚持一百天 必须能和洪都共存活了 是 帮你 或是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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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为这军阀论罪 我不管这个 我来等待 你只管告诉百姓 要是城破 城有量突成 老少不留 如果我们打败城有量 我来日 负责给他们盖新房 遵命 还有 咱们不是有两百万单粮食吗 让百姓们吃 敞开肚子吃 但有一条 吃完了得上城住战 敞叔 你想法 给我把每个百姓 每个马 圣津城里的每条狗 都弄来主战 还有 牢里的死球也统统放出来 上城 皇上 末将带兵连功了三天三夜 将士折损大半 且皇上准许我稍作修整天兵再战 砍了 陈小令 老子出生如此这么多年 你万恩负义 你狗屁皇上 皇上饶兵啊 不就愿意领兵再战着皇上 皇上 快饶兵你 皇上 人计划十天拿下红毒 今天已经二十一天了 红毒城却危然不动 不瞒各位 朕欲敢不佳 你们呢 皇上 红毒已经耽误了二十一天了 不能再错了 赶紧绕过他 直下金陵吧 皇上 末将暂成放弃红毒 全军 掉头东下 十万大军 交相围攻 二十一天没拿下红毒城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先前情报有误 红毒城 根本不止八千手军 朱元征在城内早就布下了重兵 至少八至十万 甚至更多 父皇圣断 这就意味着还好我们没有绕过他 直奔精灵而去 否则的话 当我们在精灵与朱元璋激战时 红毒城内的兵马 必将趁虚而出 断我水 从后面杀过来 皇上明鉴 皇上明鉴 将来 尊致 全军休成两日 之后 把我最强悍的水尸全部掉上来 把水战用的公奴火铲 统统用上 与布军合兵一处全力攻城 开门 我死了 救命 救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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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着 明年的今天 就是咱们的重年 在咱们之前 自过无数的弟兄 在咱们之后 还会有弟兄战损 今天 轮到咱们了 这是咱们的福气 停着 谁要是怕死 站一边去 别等到 不怕死的 等我冲出去 跟陈兔子拼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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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靖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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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王集園出來了 王集園出來了 他們屁殺了 完了 王集園出來了 神輝君 完了 混蛋 小姐姐 站起来啦 来 站起来啦 小姐姐 又走不着了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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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退 腾饭啦 站满啦 站 slut 宝处 你们听着 今天日落前 五十条战船必须下水 拿鹰做不到 真拿鹰提掉关子头 还有 下水的船必须跳得住 如果诗航师发生了森楼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 大都市 大都市 站住 并大都市 可是好事啊 江宁县衙来报 他们负责了一百条战船 已经全部被骑了 而且 别说 又在撒谎 而且 他们还多预备了一百二十条 总共是二百二十条啊 船在哪 在江边停着呢 他之前员了一百条岸 只要十一千年 一百条岸 失礼了一百条岸 多分一百百里 但这道岸 也不不合理 准备了一百里 那一百点 你会看着 你会看着 sentiments 你是江宁县城 兵大都市 县城患病去职了 属下是江宁主佛 散离县城市 叫什么名啊 胡威雍 胡威雍 这事是你办的 是 我仔细看过 那些船并不全是新船吗 兵大都市 他们比新船更好用 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 告诉我 这些船是怎么来的 属下都讲的文化 陛县在大都市限定的时间内 不可能完成一百条战场 这个我知道 所以 属下发出告示 征召江海各处船部 陷武仗以上 告示上不提备战 而直说 征召船部载运石材木料 运榜下降 完英征船部 每月给银五十两个 这可是正常运费的补备 之后 属下把仅有的十几条船 全部派出去拉实力 每船一股献银五十两 但一旦他们扬帆 立刻一船时十船百 各地的江船海船纷纷赶来赚取银两 好啊 大船 大船 请看这些船 他们表面上虽然成就 但船身却坚实无比 因为海浪大于江浪 海船并以江船坚实 只要稍作改装 那就是上好的战船 真是太好了 老夫更不知该如何谢你啊 不敢 属下 早就仰慕李父母多年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老夫真是昏昧呀 江宁藏着你这么个大才 我怎么就没发现哪 哈哈 李公日里半计 寸是寸计 哈哈 嗯 跟我走 吴优 你怎么也不问问上哪去啊 李公说去的 属下就去的 不必问 那我就告诉你 咱们哪见大帅去 我呀 我要把你重重的 举荐给钟玄成 谢礼公 我得让大帅明白 什么旅场之辈 都不过是图具须名罢了 咱们自个儿身边 就藏龙卧虎啊 多年我们是朋友 一年一岁 手拿着手 曾经有一个消息人 愿人生无伤 一起走 我临见英雄 有几朵快航 看千古江山 心泽与美妙 导光里成了多少 雨休红枝 马蹄下它虽晚家长 我临见英雄 我临见英雄 水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 来去春秋 我临见英雄 谁平说不过 我临见英雄 天地悠悠 我临见英雄 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 春秋 蒐 writer Eyews 临